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也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精神 花林县政府12月份分别是在北中南区举办8个场次的身心障碍亲子陪力课程 12号上午是在洁安国小举行了特殊教育家庭亲子成长陪力营的开幕式 期盼透过活动可以提供孩子们在不同于学校的课程也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机会 玩乐高机器人 接线小手臂 搭配歌唱跳舞等课程 帮助孩子培养专注力也调试情绪 由华林县府主办全国家长教育志工联盟 以及吉安国小承办的110年度怀兰爱无县融合教育情系列活动 北区特教亲子成长陪力营12日上午举行开幕 除了安排儿童成长营活力营 也安排家长读书会成长动力团体与教养讲座等 邀请心理师资丧师等 带领家长学习正确的教养方式与情绪管理 在学校设施的设备我们也希望能够同步的提升 有一些设备是他高昂的 我们跟教育说我们可以买了一份 一份放在这个学校 一份可以让我们家长可以借助 这样子我们家长可以借钱他的压力 另外这位也要请我们的家长 学习跟我们大家一起合同学习 导师家庭的年生 而学校孩子只是在学校8个小时 甚至有7个小时 但是孩子在家里的时间 怎么能够如何给老师的教育方式 能够先到家庭 让我们把孩子不太能够的 在这样子引导下 他们会不太能学校 今年的这个110年度的花莲县 特教亲子培力计划 那我们分北中南区 那北区在洁安国小 中区在凤林国小 南区在玉里国小 那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大人的家长教养讲座 家长读书会 以及家长成长团体 让家长能够了解自我 以及学习一些教养的知能 做好亲子沟通 那还有儿童的营队 我们特别也邀请到很多专业的讲师 比如说世界乐高冠军 我们来教乐高营 还有机器人 机器手臂 当然另外还有我们的儿童理财营 然后还有桌游营 这些还有我们最有活力的歌唱舞蹈营 让这些孩子们 身心障碍孩子都能够享受到这些 就舒缓一下心情 也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能 那也希望借由这个计划 能够持续的在花莲这边 让特教的家长或者孩子 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真能 还有后续的学习的机会 另外12月18、19在玉里 以及2526在凤林 分别都会举办身心障碍 亲子陪例课程 执行长徐聚龙表示 身心障碍家庭若需要协助 可向当地宪府的特教特优科 或学校辅导单位机制寻求咨询 或其他相关家长团体提出诉求 也期盼透过活动 让家长提升亲职知能 与情绪控管能力 增加家长间相互扶持 与情感交流的机会 更让孩子有不同于 学校的课程体验 记得讲帮燕杰安商报导